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在寒流影响下 各地连日湿冷 新竹半桥连续低温 10度以下时数分别为69 64小时 破观测记录 台北也达40小时 是近30年来第二长 今6日 水气减少 开始缓慢回温 全台平地回升至10度以上 但周六 10日又会有一波寒流南下 各地气温将再度下碳8、9度 中央气象局指出 明7日 陈寒流仍影响 各地依然容易出现10度以下低温 明白天起寒流将逐渐减弱 不过由于南方水气北移 明后两天各地都有机会出现降雨 且云量较多 整体气温回升不明显 周五、六、九日、十日 回温明显 各地高温可达19至25度 民众需留意日夜温差 不过好天气仅维持两天 气象局预测性六晚间报道的冷空气 已经从强烈大陆冷气团增强位寒流等级 下周日 1、11日、12日 北部低温再现8、9度低温 沿海空旷地区低温下碳7度 这波寒流水气较少 整体天气偏干冷 感受上没这波寒流那么冷烈刺骨 民众关心什么时候天气转好可以大扫除 气象局表示下周二至周四除夕 13日至15日 各地气温逐渐回升 感受相较 本周凉爽舒适是整理居家的好时机